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 就你看来他公布的这一串数据 有什么特别让人惊讶的地方 或者是有在你预期之外的地方 说老实话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先就他公布的数字来做一些讨论 好 感谢老师提问 第一个他公布经济成长大概4.5% 那确实像老师说的 它是符合整个法人的预期 那不过里面有些比较值得万位的地方是说 第一个 租口量是大幅的超过大家的预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投资看起来是没有太大起来 这是第二个可能后续要值得关注的 那第三个是消费方面现在支撑的 大概是66.6%左右三分之二 那不过外界的或是法人预期 可能后续可能不会这么的好 所以这是后面整个今年第一季度加起来的 整个看法 那不过大家里面进一步细看的话 大家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他的社会融资也就是贷款 是两位数的成长 然后投资却是只有5%的成长 那另外一方面 贷款这么多大概是11%左右 那不过他整个消费只有 也大概5到6% 那更严重的是CPI 可能后续会进步提到 比如说通货紧缩的问题 所以消费看起来很高 可是又有通货紧缩的问题 然后贷款很热 可是却有投资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矛盾的地方 对 中国的经济数据矛盾性 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 那我们待会儿一个一个的谈 但是就像你说的 这个比较让人惊讶的是 所谓出口数据 这里面主要是3月份的出口数据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 去年下半年以来是下降的非常快 那到了这个今年1 2月份 实际上出口也还是在收缩的 还是在下降的 可是3月份突然之间 一个月之内有大幅上增 那这里面比较明显的数据 是中国对于东协 这个东协十国的这个出口 大量的增加 那第二一个是中国突然之间 出口了很多汽车 那这个出口的内容里面 有一块增长最厉害的是汽车 那这两个都是比较特别的数据 我们可以专门谈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专门谈一下 中国的出口中长期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就你怎么看这些中国的出口的数据 中国出口数据像老师说的 3月份其实超乎大家的预期 今年大概预估都是 全年应该都会是负成长 那过去两个月应该都是负成长 没有记错的话 那3月份显然是个意外 可是即使这样的意外 法人机构预估 后续仍然会比较悲观 那大概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全球的经济正在萎缩 尤其升息 美国因为升息的关系 所以经济整个收缩 那欧洲的消费市场也不够利 那IMF跟Walkbank 他们的平均预期 大概英国今年是负成长 那欧元区跟美国大概是在零到一之间 所以整个全球的消费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下 整个中国大陆今年的 全年的出口成长率大概是负的 这是应该 所以3月份应该是个例外 那进步来看 3月份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第一个是老师刚才说到 整个新人员汽车的大幅增长 那另外一块的话是 太阳能相关的产品大幅增长 那新人员汽车特别值得万位是 在过去的一年多到3月的数据 基本上在中国到内部的汽车销售量 都是负成长的 都是在萎缩的 所以为什么会大量的出口 这个可能还要看看有没有政策补贴在里面 我有看到有一些说法 就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汽车销售不好 那汽车公司有产能造了很多汽车 国内卖不掉 他就拼命出口 降价出口 请销 这个是中国企业惯常做的一种方法 对 所以就像老师说 所以现在国内他们 中国到国内另外一方面 又开始新一波的汽车补贴下降 所以这个后续的话 可能出口就会慢慢的回归到正常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比它值得担忧的 或是我觉得长期来讲会有问题 就是中国对于整个东协的出口量 贸易顺差太大了 我觉得这会影响到后续的RCEP的运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中东欧 就一带一路的国家 早些年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大家预期是从中国大陆赚到贸易顺差 可是后来做的结果是贸易逆差太多 所以两边的贸易就变成失衡越来越严重 所以就影响到整个政治上面的 或外交上面的关系 所以这是RCEP的效应 我觉得另外也要预估的 另外一个是出口相对来讲进口非常的惨 就是还是让负成长 那负成长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觉得最主要他们特别没有写到是晶片 晶片大概衰退了两成三左右 所以这个是值得比较特别值得关注的 那另外一个是进口跟衰退 我觉得要分为两方面 第一个是可能后面会再进步说明到 中国大陆内需的不振 刚才一开始有提到是 中文大陆消费通货紧缩的问题 那呼应到的话就是进口的推迷 另外一块进口除了消费材之外 很重要是设备 那进口的大量萎缩代表的是 外商或者是他们自己本土企业 从外国进口设备可能出现问题 而这一块也反映在工业增加值上面 最明显的是整个投资 高科技的投资在第一季是10% 可是工业增加值中的高科技的产出只有0.9% 所以高科技的产业根本卖不出去 那另外一方面回应到是一二月的数据 整个规模以上就是大概一千万以上的工业企业 它的支线利润是衰退两成的 所以东西卖不出去 这也是跟通货的情绪有关 所以为什么这回的国家统计局 特别里面在新闻记者发布会 要特别强调说没有通货紧收问题 对 我特别想提一下刚才提到的 中国三月份或者第一季度 对东协国家出口好于一期 大幅增长 我看到三月份增长了35%左右 这种数字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有研究 但是我猜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企业实际上现在也在大规模的对东协国家投资 就是产业链的转移 不光台商企业转移到什么越南东协国家 韩国企业 日本企业也转移到东协国家 实际上中国企业也转移到东协国家 因为它的产业链转移到东协国家 所以中国相对的跟着这些企业转移 也有一些原材料 零部件 这些生产的 甚至于生产线 整个也都要出口到东协国家 我觉得这个跟它的产业链转移有直接的关系 不然的话你很难解释 为什么中国对东协国家 突然之间出口大规模的涨身 你觉得呢 老实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在发现的时候 刚刚忘记补充 第一个它对东协的出口 确实是产业链的影响的关系 这也呼应到说像两岸之前 好像美中贸易商之后 两岸的关系 两岸的贸易越来越热 事实上也是大部分在陆台商 把产业链转移回台湾 所以包含了 原本要在大陆生产的一些中间材 移回到台湾 还包含了原本在大陆生产的设备 也要移回到台湾 所以这样的某种情况是 外商移到东南亚的情况会比较多 另外一方面 我们根据去年的问卷 那个天野调查 中资企业在东协 可能会有一些水土不服 所以中资企业在东协 事实上往回搬的 有部分是往广西或者四川搬 因为RCEP的关系 他们觉得在东协的管理 劳工上面有些问题 所以他们就宁愿搬回去 因为原材料免税 所以这一波来讲 应该是外商的移动 而少部分的中资企业 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底下 配合跨国企业移动的 而纯粹的中资企业是往回内部搬的 石板先生你在中国住的时候 每年也是要去 去这一种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 每年什么每个季度GDP增长 每年GDP增长 这些数字都是可预测的 每个季度每年 他告诉你我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 今年三月份的人大 政府工作报告预期今年的GDP增长 5%到5.5%左右 但是实际上出来的数字 一季度只有4.5% 你觉得这种数字有多大的参考性 首先中国 我觉得它这个数字 是完全跟着政治上的 非常可操作性非常大 比如说中国的 我们一直说中国的数字不可信 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判断材料 只能一大概判断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才看到了 中国的统治数有多 因为这个是有非常强烈的对比性 别的国家蔓延的是什么样的曲线 然后有多少感染者 有多少重症 有多少死亡率 中国是跟别人的数字完全不一样的 光凭这个就看到 连医疗方面的数字都可以捏造 别说经济方面的数字 所以说我觉得 过去经常有一些政策性的倾斜 就是现在需要一个漂亮的数字 所以说他们就会想尽办法 把漂亮的数字推出来 那么比如说最明显的过去 疫情刚刚开始的 习近平一发表重要讲话 马上中国的感染率就降下去 这是我后来我们 那时候我还在日本嘛 我们在开玩笑说 这个中国的病毒全入党了嘛 全听党总书记的指挥 那么这一次呢 我觉得现在中国有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一定要让李强政府 这李强上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你的实力不足嘛 你的上海搞那么惨嘛 所以李强上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数字做得漂亮一些 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之前嘛 等李强是三月份上来的嘛 那三月之前的数字是李克强嘛 弄不好是李克强的事情嘛 那现在我们已经这个真正的开始 这个习近平真正的团队也开始运作了 所以说我想他们会做 我想在可能今年的第二季 第三季会做这个比较漂亮的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说 怎么说他就给一些政策嘛 中国就是说现在把数字做好的话 就是杀鸡取卵 或者比如说把政府的补助金 偷偷发出去等等方法 把数字先做漂亮 我觉得是短期呢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政策上的倾斜 或者是一个 当然是疫情持续这么多久 也有一个辉光返照 就是一个反弹性的一个恢复 我想这个数字 今后几个月 我认为中国会做出一个比较漂亮的数字 但是长期来说的话 应该这些数字怎么说呢 因为第一个 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嘛 另外一个 大家都跟中国在切割嘛 另外一个 中国的现在产业开始往外移 我听到这个话 想起几十三十年前 我们做日本的时候 日本有产业空洞化嘛 日本的产业都往外移嘛 现在是轮到中国产业往外移 我前不久办了一个安倍摄影展 安倍摄影展 我们跟黑熊学院合作 黑熊学院推出一支黑熊战士 黑熊勇士的一个玩偶 那个玩偶蛮大支的 它是从头到尾 所有原材料都在台湾制造的 这个是有人说 这个可能 如果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产业 已经空洞化了嘛 做这种一定要到中国去做 但是现在呢 慢慢这些东西已经回来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台湾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 就是过去 没有中国生产不了的很多事情 现在一点点 虽然成本还很高 但是一点点在恢复 也就是说 二三十年前 日本的最大的烦恼的产业空洞化 可能今天 中国会被面临 就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往东南亚移嘛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 其实当年从美国移到日本 从日本移到亚洲四小龙 从四小龙移到中国的沿海部 现在再往外移 我想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对 我也同意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数据 因为去年的基数非常低嘛 去年四五月份上海封城嘛 那所以今年 去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数据一塌糊涂嘛 所以今年的话 因为去年基数低 所以也跟去年同期相比 一定是增长速度会比较高的嘛 去年也是李强搞的 去年那也是李克强的问题嘛 但是上海是李强搞的 对 所以 但是这个 从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 刚才你也提到了 特别是从进口的数据来看 内需实际上还是很弱 特别是没有出现所谓报复性反弹嘛 那个 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中国内需 为什么还是相对乏力 特别是 最近大家 中国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谈 是不是进入通缩了 因为这几个月 中国的CPI和中国的PPI 消费者指数和生产者指数 都是处于一个逐月下降的状态 特别是生产者指数 已经到了一个复数的状态 负2.5% 三月份 这个市场经济学家 已经开始担忧说 中国是不是进入一个通缩状态 全世界过去一年都在谈通编 但是中国进入通缩 但是中国政府当然不承认了 这个 就你来看 中国是不是经济进入了一个通缩的情况 感谢老师 第一个是说 我们定义一下通缩 如果是按照中国大陆官方的说法 当然是 你一定要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成长率为负 这才叫通缩 而且如果是按照国际上的标准 那应该是连续两到三个月 那才叫通缩挺缩 如果单月不叫 那可能是单月的负成长而已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还是正的 大家会担心呢 最主要很大的原因是 中国大陆没有讲到的是 它的货币供给量 每个月都是10%以上 我发了这么多钞票 可是我物价还是没有起来 可是照理来讲 大家的尝试 我印钞票 物价已经会上涨 可是物价没有上涨 就代表相对来讲是通缩 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况 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喊通缩 不是光看那个账面证的数字 你要考虑到货币供给量 那接着谈中国大陆通缩的原因 那根据过去我们大概长期的追踪 人民党自己本身有调查报告 民众对于储蓄的意愿 在上季飙升到60% 就是100个里面有钱 有60个人是愿意先出去 而不是拿来消费或者投资 那在最新的第一季的话 还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到58% 那多出来2% 大概90%以上是转往消费 因为可能封城封太久 所以要把一些钱拿出来消费 在餐饮上面或旅游上面 对 餐饮有些反贪 可是对于耐久才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他们对于长期的 比如说买车是相对来讲谨慎的 所以通缩的原因就是民众 实际上是在有一种预防性的储蓄 这种心态是非常明显 那为什么预防性的储蓄会这么明显呢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收入预期不好 那第一个是他们自己对于调查的时候 对于未来的收入事实上是比较担忧的 那实际上面数据可以看得到 失业率仍然很高 大概是5.5%以上 那尤其青年的失业率 高达将近两成 19% 比解封前又开始回升了 所以整个就业情况不太好 就回到刚才两位老师这边提到的 外商外移 工作机会都没有 那再加上习近平之前 整肃了数位平台经济和房地产 所以你现在大概看不到 中国大陆有什么的可看的经济或产业 所以这是压抑到整个未来的 大家民众对于消费的期待或信心 刚才你讲到的失业率的情况 25岁以下的人 年轻人失业率 官方统计19.5%以上 19.5%将近二成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报导 就是各级政府官员公务员都在减薪 减奖金 然后国营企业也好 一般企业的员工的工资奖金 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很多民营企业那些农民工 他的工作时间 所谓加班的绩效的 加班的奖金也都没有了 然后小时的工作时间 以每小时计算的工资 也都降得很厉害 这种情况 就是说大家普遍收入 情况都很差的情况下面 整个社会经济开始出现通缩的情况 也不是很让人意外 对啊 完全不意外 可是现在比较担心 北京当局特别强调不会通缩 因为会有恶性循环的效果 也就是说我当民众越不敢消费 那企业的产品就没得销售 那没得销售的情况下 就会进一步的裁员 所以整个中国大部 现在特别担心的是通缩 所以他特别强调说没有通缩 我觉得原因是在这边 但是从中国政府公布的 一季度的贸易顺差数字 整个一季度中国实现了贸易顺差 将近2000多亿美金 但是同一时期 外汇储备只增长了550亿美金 那过去三年 中国的贸易顺差 大概超过将近两兆美金 可是外汇储备几乎没有变化 几乎没有增加 那这些两兆美金的贸易顺差 都去了哪里 这个东西分做几个层面来探讨 第一个是就官方的说法 或是他们法人机构的说法 第一个说两兆美金 是变成外汇储备是早期的观念 就是说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加入WTO 加入WTO的时候 创造一波很高的贸易 贸易顺差 和累积了很大的外汇存力 所以那时候造成说 整个汇率的往上升 罢了就是升值 所以在2005年时候 开始放宽汇率改革 接着一系列的外汇管制 开始有点放松 尤其是从过去的强制接受会 就是你赚到钱 一定要上交给人民银行保管 到最后变成志愿接受会 所以说这么多的历史背景是说 那在志愿接受会 他们的估计里面 大概有六成是偿付于民 就是等于是民间企业没有强制 没有上缴给人民银行 而是放在自己的企业 以备不死之需 这个大概是六成 那另外还有一些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虽然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 可是它是服务贸易逆差大国 所以这部分大概占了1%到2% 非常细微 可以几乎排除不细 不过确实还是个原因 那第三个是2013年开始 中国大陆习近平推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 所以对外投资上 Modern也是抵消掉外汇存底 所以这一块也是造成外汇存底的一个消失 或是统计上面的一个出入原因 所以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那当然第四个是因为去年 因为美国的强力升息 而中国采取量化宽松 实质的量化宽松 所以会有汇差的 就是人民并应该走扁 可是那要维持一个稳定 所以它就必须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所以这一块也损耗掉一些外汇存底 不过我觉得排除这些话 那当然剩下的 我觉得这是来自于资本外逃 有几个数字 就是第一个 刚才说到 中国的金融机构 发了大概11%的年成长率的贷款 可是投资只增加5% 那钱到底跑哪边去 那储蓄也没增加这么多 所以储蓄加投资的成长率 还不足整个贸易的 那个金融机构贷款的成长率 所以代表有些钱消失了 所以我们在过去两个月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常说我们在研究 中国大陆的钱跑哪边去 为什么统计上面都不起来 所以这一块都不起来 在悬术上面叫误差一漏像 那讲白就是往资本外逃 跑到其他国家去了 有两个现象或指标 可以作为观察 第一个是彭博社 在一个月内 就这个月内 他有指出来 中国大陆美元存款利率在上升 就代表说有些 没有其他特殊管道的人 先把钱存到美元去 所以美元的存款利率在上升 那油管道的人就跑到其他国家去了 所以新加坡的房地产现在在标高 所以这一块也是证明的是 大概有办法的人 把钱往新加坡去炒房地产去了 所以这也解释了部分的外卫神体 为什么不见 新加坡的房地产标高 新加坡 无数的中国有钱人 去新加坡银行私人账户去开户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 新加坡政府着急了 找所有的银行开会 说你们吸收中国的钱 做私人银行 偷偷的做生意好 不能够在外面宣账 说你们收了很多中国有钱人的钱 这个要偷偷的来 这个石板先生你有注意到 这个中国的军公教 还有中国一般老百姓最近的工资 还有这个奖金收入 大量下降的新闻报道吗 这方面的消息非常之多 对对 我也注意这些新闻 但是这些新闻等于说 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些在比较落后的这个省份 比如说陕西省 青海省那个地方 也经常出现教师发不上工资 领不到薪水 一两年他们只拿了一个生活费 还有中国的东北地区的一些 就是说过去的旧的国营企业的 一些员工拿不到薪水的事情 会有一些抗争事件 我们也都去采访 但是那个想起来的就是说 其实那个都是怎么说呢 某种意义的人祸 就是或者钱被贪污走了 或者是就是明明这个企业早就该转型 他就有一群保守的人就是不转型 然后剩下很多人在吃薪水 就是说所以越逃越空 某种意义上你仔细去分析的话 都是人为的 而不是整体的经济 那时候中国整体经济是好的 而且一旦事情闹大的话 中央就会拿出一笔钱出来补助 所以说过去中国这种事情很多 但是现在发现这些事情 跟那个时候本质不一样 就是确实没钱啊 确实没钱以后呢 现在中央也没钱补助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循环 就是说现在虽然有个别拆动墙 补气墙的话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过去的超边的公务员 都在减少嘛 另外一个怎么说呢 经济不好的话 就李克强确实有点先见之明 一两年前就提出地摊经济嘛 现在好像很多地方地摊都恢复了嘛 那地摊恢复的话呢 那城管呢就是抓地摊的 没收地摊的 所以说有城管在地摊经济体不改嘛 所以很多地方把城管都解散了嘛 因为城管他们过去经济好的话 是维持市容 维持这个秩序 找一群人去给予他们特权 就做很多这个机器民分的事情嘛 现在城管其实是最早拿不到工资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某种意义上 中国就是说习近平他做的这个国家机器 一旦没有钱的话他为他服务的人会越来越少的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打手啊 维持他这个国家秩序权利中心的人会越来越少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是对共产党总体政权一个非常深刻的打击 所以去年动态清零封城的时候 那些负责封城的人 现在领不到工资了 所以说这些人过去是维持秩序的 现在一下子变成破坏秩序的了 还你找去人维持这些人的秩序 确实是去年开始有些大白啊什么的都开始抗议 因为他们领不到工资奖金 那这个王老师我们再来谈一下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中国的贷款增加很多 然后这个存款也有所增加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些钱流入到实体经济 从一季度的数据 特别是房地产方面的投资 开工 所有这些数字都还是下降的 虽然说下降的幅度没有去年下半年这么严重 但是还是超过10%左右的速度在往下降 比去年同期在下降 这种中国的房地产的情况 现在总体是什么样 老师问到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两会的时候 其实很多法人提过预期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会到6 那很大的原因就在于 大家怎么看房地产 如果你把习近平认为说 他会继续的严格控制房地产 那么经济成长率可能就只有4或5 出头一点点 那如果像瑞银或其他的比较激进的银行 或者比较乐观的银行 他们就认为说房地产会放松 放松的时候 第一个他投资会起来 第二个房地产 房价回来之后会有一个财富效果 大家会愿意消费 所以他们预期 北京当局会放松房地产 所以会有6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习近平或是李强定在5% 就代表说事实上他对于房地产 是相对来讲还是会严格控制的 那控制的原因在哪边 你房价起来虽然会有利于经济成长 可是他会伤害到年轻人买房 刚才那个老师有提到19.5% 或是逼近两层的失业率 那我怎么买房 那会有一个新的民怨出来 所以这是整个大背景 那进步来看的话就变成说 可以看到过去从解封 或者经济重启11月之后 他们确实有什么烂尾楼的保交楼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什么贷屋换房等等的松绑 或者调降房贷利率 可是在这种比较温和的情况下 仍然是不足以刺激房地产 所以有跌幅有在收敛 可是还是在零以下 而且刚才老师特别提到 去年就已经是跌了 所以去年基期已经很低了 今年还比去年的基期还低 所以这整个总的趋势 我觉得是比较不乐观 或是展现出习近平 对于房地产的压缩的决心 因为去年整个房地产的投资 和新开工 这些数据都是跌两成以上 今年一季度是跌一成多 等于是在去年已经跌了两成 今年又继续比去年跌了一成多 所以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很差的 非常差 另外一个仍然很差的是财政 因为中国大多很多靠卖土地来赚钱 所以去年整个土地财政 是卖土地赚到的地方财政收入 跌了大概平均下来 每个月都是三成 到了现在也是两成 所以地方回应到老师说的 地方政府没钱 地方政府没钱 没有钱之外 他过去更麻烦的是 他还要支出 比如说讲良心话 他去增地 还要继续给那些赔偿金 赔偿金还继续给 所以他的财政的支出 关于土地财政支出 仍然是在增加的 可是财政收入在减少 所以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地方的债务越来越多 也就没有钱 回到刚才老师说的 地方的公务人员就要减薪 我们来讲一下地方政府的财政 因为这个问题 好像王老师你做了蛮多研究的 我有看到根据你的研究 2022年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总余额高达105兆人民币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好像比你说的市场上的法人机构的推估高了一倍 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这么严峻 现在第一你的这些数字是怎么推估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严重 第二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是不是通过量化宽松 要想把地方政府的债务货币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我的推估是比 确实就是比一般的法人机构 尤其就点名就是Moodie Moodie有在追隐性债务 高两倍 那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Moodie有在追的是城投债 这边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 什么叫城投债 就是我们一般在政府要发行债 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因为国家的债务 那中国大陆取个巧 我比如说像最近爆出问题的贵州 那我政府发贵州政府发债困难 要受到北京当局的管控控制 我先成立一个贵州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那这个公司发的叫公司债 不叫政府债 所以他就相对来讲比较宽松 可是民众为什么买单 因为你背后是政府 所以政府在隐性的保证保 所以他就被归类为隐性的政府债 那这块是Moodie 或是一般的法人机构在估的 那我这边还额外估了几个东西 或去经过换算 第一个是所谓的国有企业的负债 是让国有企业算是地方的国有企业 算是地方政府要管 第二个叫做政府与社会合作资本 在台湾可能你用比较简白话叫做BOT 就是我们高铁BOT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应该是 两边政府跟企业各自军单 可是在中国会变相 因为正常的BOT在国际上面是 企业承拦的这个政府案子 那前几年如果亏损要算企业的 你自己认赔杀出 你自己要投资的 那可是中国大会为了鼓励企业来标 这些政府案件 它会保证它的盈利 就是你就算前几年亏钱 我政府还是去给你钱 所以它也变成一种隐性的政府债 那当然最后一块 也有银行的不良资产 尤其地方的像去年常爆发 经常爆发的村镇银行的问题 那政府也是要负担 所以把这些全部加加起来 大概有105.3兆人民币 所以会比一般法人机构估的高 原因在这边 因为我的口径 就把各个方面都算进去 只要是地方政府应该保的 就把它算进去 那我觉得老师提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货币政策的问题 那我们自己在观察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去年开始 习近平不管是在20大 或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等 都特别强调金融机构 或者是金融体系要听党的指挥 所以就特别 我当时就特别关注到这一点 你再回去参照 易纲被留校查看 就是我的说法 就是他20大没有当中央委员 可是他继续干人民行长 对 这就蛮特别的一种状况 这边可能要特别解释一下 就是他们在党的职位 老师很清楚 可是观众不清楚 党里面如果是中央委员 那你相对于匹配的话 应该是行长 所以你如果没有当中央委员 那你可能是 里面的其中一个中央委员 应该要接部委首长 可是他没有接中央委员 可是他就去干行长 所以我就要留校查看 那留校查看之后 你可以对应到 他的人民行的货币操作 开始变机器 就是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可能要被退学 所以你这边回应到说 学体上面或是现实来看 今年的财政政策在缩减 比如说两会的时候 地方的债是由中央全部承拦 往年的话都是各自分摊 可是今年是由中央承拦 那另外一块 去年底开始发一个叫做PSL 简派来讲就是 人民行发了一个长期的债 给带给 因为人民行发了一笔长期的资金 借给大型的国有银行 而这些大型的国有银行 拿去做地方的基础建设基金 换句话简派来讲就是 地方以后也不用做建设 建设由中央的大型国有银行来处理 而大型国有银行拿来的钱 人民行印给他们 所以这是所谓的 他们叫做结构型的量化宽松 那我的说法就是 财政政策的退位 因为地方无力负担 所以由人民行来印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那财政会不会变成债务会不会货币化 那这里面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是说 我们在看货币发行的基础 就是人民币发行的基础 大概有两个来源 早期来讲就是透过外汇存底 就是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你要有信用 你有一块钱美金 你发二十块钱三十块钱台币 那现在中国大部分慢慢转向 所以外汇存底占他的货币发行基础在降低 那现在货币怎么发的 事实上是靠债 地方债 比如说 人民行去认购了 贵州的二十兆的债 那他同时要付二十兆给 如果他拿了贵州的二十兆的债券 一张纸 那他就要付二十兆的人民币出去 所以他的现在货币发行基础 是来自于地方的政府债 那当然这里面要进一步讲 在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是 中央的人民行是不可以去直接购买政府 中央北京当局或地方政府的债 这边要特别讲 那他们怎么做 他们是通过间接买 什么意思 我中国银行是可以买 地方政府或中国的北京当局的债 那买了之后就把这些债券 再转卖给人民行 所以叫间接卖 或间接买 这个是可以合法的 那最明显地 正在去年年底的 又加发了一次特别国债 那人民行特别强调 我是透过这样买来的 那所以这一块的话就变成说 老师提到的债务货币化问题 就是理论上面他不可以买 可是他透过间接的方法可以买 那最后要提到一点是 包含了他们的财政科学院 就是他们财政部底下的智库 都已经炒了五年 他们认为说 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基础 不应该是外汇存底 而应该回到中国大陆发展 这样才有大国的风范 所以他就认为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去年年底特别强调的 特别国债的操作方法 预示着可能未来 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发行的基础 会由美元变成他们自己的国债 他们可以用卢布 他们现在不是跟俄罗斯这个清算 用卢布和人民币来清算 他们以后发行人民币债务以卢布为基础 这样也能解决问题 不过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 中国财政部有公开的发言 说谁家的债务 谁家的孩子 谁家报 地方债务的问题 中央政府不管 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所以就冒出一个叫做茅台模式 就是贵州省政府 贵州省是一个破产很严重的 债务庞大的一个政府 他根本没办法解决 所以他现在是要卖掉 他们所持有的茅台的股权 茅台是中国A股市场第一大股 是茅台白酒 所以地方政府有茅台的股票 所以他把这些股票卖掉 可以解决他的债务危机吗 老师提到有两个 第一个是茅台模式 很经典 然后再讲详细一点是 其实贵州政府没有茅台的股份 应该有 可是卖掉就没了 所以茅台先去市场增资 然后增资了之后 把多的股票再卖给贵州政府 贵州政府拿到 他拨给贵州政府 没有卖了 白送给贵州政府 他把多的送给他之后 他再卖掉 所以第一个是国有企业在里面的角色 另外一个是尊业模式 就是这两个礼拜特别提到成统在爆调的 就是尊业 他的做法就是国有银行进去 刚才说的茅台是国有企业进去 那尊业是国有银行进去 国有银行进去很扯的是 把债务已经违约了 再把它展延20年 展延20年之后 前面10年只要还利息 而且那利息比之前违约之后还低 所以我的利息基本上都没问题 那后面的以后再说 不过即使这样 这个问题处理的时候 是在一月份就已经处理掉了 签约签好了 可是在三月份又给他爆掉 就是说我还是还不起 所以已经很低的利息 我还说我还是还不起 我要还利息而且还很低 他都不愿意还 所以就回过来老师说 谁家的孩子谁报 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博弈 两位老师都很清楚 那我觉得最重要 最根本的问题能在于说 1994年的分岁制改革之后 本来地方就是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地方一定是亏钱的 所以我觉得后续当然是只能做不能说 那现在贵州开第一厢 我觉得后面会不会搞得 北京当局头很大 我就不晓得 因为他不想要公开 让每个省份都这样做 因为会出事的省份 也不是只有贵州和云南 像我们自己在追的时候 发现了 发最多城投债的 是江苏跟浙江 越有钱的发越多 所以如果大家都丢包 就会产生经济学上面叫道德危机 就是我做事情不负责任 反正中央一定保 所以中央为什么特别说这句话 可是我觉得中央一定到处还是保 如果这样抱下去 很多民众也有这些政府保证保的隐性债 就是城投在手上 又是会另外一波抗议 好了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王老师 你很快地给我们总结一下 展望未来我们大概需要留意 中国金融环境的哪一些变化 因为时间有限 你很快地给我们总结一下 大概有哪些方面 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整个经济情况可能不是这么乐观 尤其是如果消费起不来的话 我觉得要关注共同富裕的政策会不会推 例如楼继委前财政部长已经强调 房地产税要继续推 所以有钱人不愿意花钱 那政府帮你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金融上面的我觉得要关注的是 他们这回的机构改革 把地方政府跟银行的关系断开来 那如果断开来之后 银行中央派人来监督地方 那中央的人可能不是这么了解地方的生态 所以像贵州这种偶然的爆发债务违约的事情 就无法解决了 因为地方可能把手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及时拨款 那就不会有债务违约了 那可能现在中央的人进来 关系没这种密切 所以后续可能会救 不过可能是在事后救 就不会是事情 那这块要值得关注 好 那大概就这两个方面 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王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 介绍一下中国经济的状况 那谢谢王老师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